我知道老公韩非是个凤凰男,我爱他刻苦上进,爱他勤劳勤俭,爱他的温柔体贴,所以在人人都说凤凰男不可靠的时候,我义无反顾地嫁给了他。 结婚之后,他在我家的公司工作,工作努力,渐渐扭着了我爸妈对凤凰男的印象,屡次提升他的职位。 本来只是一个基层职员,现在已经是中层干部,韩非很高兴,跟我说,老婆,我升职了,有年假,我打算带你回老家。 结婚几年以来,韩非还是第一次主动提出要带我回他的老家,我挺高兴的,问他公公婆婆,老家里的亲戚都喜欢买什么东西。 韩非计划了很多礼物,我计划的是,每人一个红包,现在网购那么发达,什么东西在网上买不到,给钱最划算。 我此时还不知道,我做了我人生最英明的决断。 老婆,这些东西在我们村子里都没有的还有,我爸妈他们都年纪大了,需要营养品,以前我工资低,不能给他们买太好的东西, 现在我的工资高了,也该为他们尽费心。 韩非看着我,按着他的要求买来礼物,高兴地亲了我好几下。 韩非高兴,我就不打击他的热情了,这么多礼物,我们得自己开车自驾回去。 韩非连连点头,正好我们都考到了驾照,我们轮流开车回去。 那你先把车开去保养,加满油,然后你跟我一起打包,哪些礼物送给公婆, 哪些是给比较亲近的亲戚,村领导要送吧。 公婆经常住在村里,肯定要相理相亲的多照顾,关系好的相亲要多送点礼物吧。 我拿着礼物清单,实际上韩非计划的已经很多了,我还多买了一点,用快递寄到村里。 礼物太多了。 自驾的车里,装不下乘坐公共交通工具,更不可能,我选择自驾带去一部分,一部分寄到村里。 对,你说的都对,我爸妈供我上大学不容易,我家在村里也颇受村里的人照顾,而且我们村子不大,基本都是亲戚。 你等我回来,跟你一起打包礼物,韩非拿着车钥匙,把路虎车开去保养。 我打电话告诉我爸妈,我跟韩非一起休眠假,去韩非老家的事情,我爸说道,多带点现金,农村跟我们城市里不一样,现金好办事。 我向来喜欢带很多钱,做几手准备,爸爸,放心吧,我知道该怎么办。 在韩非没回来的时候,我按他提供的名单,装了不少红包,每个红包五百元。 又额外装了一些一百元的小红包,打算给村里的孩子,按一家三四个孩子,应该可以了,有备无患。 我妈又开车过来,送了一盒人餐,叫我拿给公公婆婆,我看了一眼那盒人参,一念答应,一边换成了一大包人餐片,我可不是小气,我只是觉得人餐片更合适,他们套茶的时候,拿了一天就好了。 一大根的,他们肯定舍不得用。 农村有很多老鼠,去了韩非老家,好好地跟公婆相处,别耍你的大小姐脾气,我妈叮嘱我,人家养了韩非,很不容易,其实我也很优秀的,我喜欢韩非,自愿跟在他的后面,不去抢他的风头,加上我爸的公司,我是唯一的继承人,跟韩非还有什么可争的。 开车过收费站的时候,我告诉韩非,等我们休完年假回来,你好好干几个月,我爸说过了春节,你要升职,等你升职,工资都要比我高一万多了。 韩非差点直接踩下刹车,不会吧? 真的升职。 我拍了他一把,肯定得到,你的努力,我爸妈看得到,你好好干,将来就是他们的继承人。 虽然我家公司不大,以你的能力,等到你手里,我觉得是有可能更进一步的。 我是公司继承人,韩非是我爸爸的接班人,丝毫不冲突。 韩非的眼睛发亮,老婆,正好到了休息站,我们换着开,我太激动了,没法好好开车。 在休息站,我们换着开车,韩非在一边缆手机,发信息,他喜欢用酒键双篇,我用余光扫了一眼。 他点的是5449789,即化曲线是什么东西。 我用自己的手机操作了一下,发现跳出来两个选项,一个是即化曲线,一个是计划取消。 计划曲线肯定不对,计划取消是什么鬼? 我们是直接回村里,还是把公婆小姑子接出来,我们在县城下馆子。 你有计划吗?我心里疑惑,试探地问道,当然是之前跟你说好的,回家吃饭了。 爸妈他们都在家里等我们呢,我没别的计划。 韩非继续玩手机,他输入的动作变快了。 我看不出来他发送的是什么,但是大段大段的文字,看起来像是解释说明。 我不是个喜欢刨根问底的人,我喜欢掌握证据之后,一击击中。 你少玩一会手机,阳光太刺眼,对眼睛不好,我收起手机,专心开车,我跟韩非的感情很好,从来没有红过脸,更没吵过架,我们相处的过程里,不是他让着我,就是我让着他。 正在编辑信息的韩非此时有些浮躁,乖,不要吵闹,我把家里的事情安排一下。 起码要爸妈给我们收拾个房间吧,我们要回他老家,可是一两个月之前就决定的事情了,现在才临时安排房间。 怀疑的种子一旦埋下,我总觉得什么事情都不对,我们就回家一个月,叫爸妈不用麻烦,实在不方便,我跟瑞雪一起住也行。 瑞雪是我小姑子,结婚时见过一次。 我的余光里,韩非的身影似乎僵了僵,她说,回去一个月呢,你叫我睡哪里? 如果不是之前无意间贴见的信息,我可能觉得是韩非舍不得与我分居。 你就没有发小啊,表兄弟,堂兄弟,可以请他们收留你一个下,反正你老家不冷,你在车里睡。 我语气如常,理智告诉我,聪明的女人应该现在原路返回,但是多年的感情告诉我,我应该给韩非一个机会。 韩非的头也不抬。 发出一条信息之后觉得她可能冷落了我,弥补得到,发小肯定有,他们也都结婚有麻了,打扰他们也不好。 咱家里的房间有一点点的小紧张,那可太没关系了,你现在的工资就不低,年底还有绩效,年终奖,怎么也得有几十万,你就没想到给家里盖新房。 我开始画饼,一方面是我对韩非的试探,一方面是我在给自己安排的后路。 韩非的手指关节因为握紧了手机,变得发白,她在纠结。 你不会一直没计划吧?咱们回去一个月,找好地基,起码可以打好地基,先盖一层吧。 我假装没看到韩非的小动作,在一起谈恋爱几年,结婚又几年,她的小动作,我早已熟知在心。 韩非不知道是激动的,还是紧张的,声音紧张的发颤,讨厌,你不嫌弃我老家穷。 我弯她一眼,从开始恋爱到现在,你这话都说多少遍了。 虽然你跟我是在我爸爸的公司工作,你也知道,我爸这个人,从来是看能力任命人士的。 我每个月的工资条,你不是都看到了吗?这些年都是你养我。 韩非的脸上现出了荣光,我们的家,能有现在的规模,也有你的功劳。 别给我戴高帽子了,你反正是玩手机,问问爸妈,村领导,有没有大典的地方,挑个地方,咱们给家里盖新房。 不等韩非说话,我说道,你总是说村里穷,那是不是路不好? 回家考察一下,村级公路应该不贵,我们两个就能修,这样爸妈小姑子跟乡亲们再也不用踩泥巴回家了。 先盖房的话,如果路不好,新房没几年旧旧了,还是先修路。 老公,你也想想,这种事情。 如果钱不够,我也好光明正大地问我爸妈要投资。 你去保养车的时候,妈知道公婆的身体可能不太好,送来一大包人餐片,给他们泡茶,是特意找人专门切好的,一次取一片。 到时候,就说你买的,那一包好几万呢。 我爸妈只有我一个女儿,将来还不都是我们的。 老婆,你真是太好了。 韩非眼里放光,她发了一条语音。 用她的老家话说的。 我完全听不懂,却隐约听见什么计划。 不能,不过没关系,我们是夫妻嘛。 我爸妈不就是你爸妈,你爸妈也是我爸妈。 韩非的村子很穷,只有她一个大学生。 真正的凤凰男。 到了韩非家所在的村子里,已经天色很黑了。 韩家家里很多人,院子里摆了几张桌子,几桌是大人,小孩就有两桌。 公公婆婆身边站着小姑子韩瑞雪看到我们进来,三个人眼里放光,婆婆激动地道,可终于回来了。 院子里所有的人都望着院子的门口,我跟韩非从路虎车上下来,我笑眼盈盈,爸妈,瑞雪,各位相亲的好了。 院子里的人纷纷回答,小妃子媳妇好,这姑娘真漂亮。 真好,很好。 韩非从车上往下搬礼物,我招手叫韩瑞雪过来,瑞雪快来,我跟你哥都给你买礼物了。 公公婆婆这种生物,从来不是那么好攻略的,我直接选择小姑子。 韩瑞雪高兴地道,连哥也给我买了,你哥给你买了一个金项链,在他口袋里,我拿出一个礼物盒递给他,我给你买了一个包。 韩瑞雪直接去掏韩非的口袋了,我拿出两个大袋子,提进院子。 一样样地拿给公公和婆婆,妈这是韩非给你跟爸买的人生,叫人切好片,专门泡茶的,他现在一个月工资几万呢。 院子里的乡亲几乎齐齐抽了升冷气,一个月工资几万。 有乡亲说,我们辛辛苦苦做一笔生意才几千块。 婆婆连连点头,小妃子就是孝顺。 我又往外掏,掏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,韩非给婆婆买的金镯子。 韩非谦虚地道,我跟叶儿一起买的。 婆婆从盒子里拿出金镯子,有人眼见,一万多块的大金镯子,小妃子,你发财了。 我这金项链也一万多呢。 韩瑞雪已经戴上了金项链,他一手提着我买的包,一手摸着项链,谢谢哥,谢谢嫂子。 谢什么呀,这是我们计划回来得太仓促了,我给你跟妈定制了首饰。 比这贵多了,手工费就一两万呢,下个月就做好了。 我从袋子里往外给公公掏礼物,爸,韩非给你的买的烟,说是老好了,你一直想要的。 没一会,我公公和婆婆脚下堆了一大堆的礼物。 有相亲羡慕的道,老韩哥,老嫂子,你们这个媳妇好啊。 韩瑞雪跑到韩非身边问他,嫂子还给我定制了首饰。 定制的首饰真贵,但是真好看,等你去城里就知道,你嫂子有很多。 韩非抱着从车里搬出的盒子往院子里堆,这是给相亲们的礼物,韩非说他有今天,都是相亲们的照顾,我拿起一个盒子,加上两个五百的红包,问道,哪一位是村长? 韩非说,没有村长,他看没有上大学的机会。 公公满脸词想了笑,指着身边一个矮蹲蹲的胖男人,这就是村长。 也幸喊你就喊村长就行,我把礼物跟两个红包一起塞进村长手里,村长大叔,这是我跟韩非的一点心意,他还想回报村子,过几天我们去你家谈。 村长媳妇从村长手里拿过了红包,打开发现里面是一摞红彤彤的钞票,哎呀,直媳妇,你客气什么呢? 他悄悄地用手肘碰了一下村长,直媳妇说过几天来咱家呢。 村长赶紧说道,欢迎,欢迎,你跟小妃子一起过来。 一边的婆婆,脸上有些不自在,媳妇,先坐下吃饭,你在干什么呢? 妈,韩非给乡里乡亲的准备礼物,我得帮她发完。 我把礼物一一发下去,随着礼物发下去的还有红包。 连另一桌的小孩子,我也发了红包。 小孩子在各家的大人教导下,叫得称呼五花八门,谢谢嫂子。 谢谢婶婶。 谢谢妻妈。 韩非目光震惊,又奇异,妈,爸,村长,我现在混得很好,孝敬长辈们,照顾小的,是应该的。 有村民去看路虎车,飞娃子,这车不便宜吧。 韩非不好意思地道,这是我媳妇的陪价,大几十万呢。 有小孩想摸路虎车,韩瑞雪把他赶开,大几十万呢,你摸坏了怎么办? 瑞雪,叫小孩摸去,没关系的,我跟你哥过两年就换新车了,我拉着韩瑞雪过来,叫他不要管小孩子的好奇。 这么贵的车,几十万,说换就换。 韩瑞雪不可思议地望着那辆分明还是崭新的路虎车。 车是有寿命的,我们已经开了两年,过几年就差不多也该换了,听见你哥跟我的工资,换车很容易,你要不是要在村里陪着爸妈,跟我去乘命。 你也能买车买房,这金项链算啥,有钱了,想买啥买啥。 我就不信,韩瑞雪不动心,村民们一边看我,一边用我听不懂的老家话交谈。 每个人看着手里的红包,红彤彤的钞票,叫他们脸上的笑容格外地真诚跟热切。 我婆婆一脸的骄傲,公公满脸的笑容。 村长笑着说道,直媳妇,你们也赶了一天路了,快来吃饭,等我们散了,你们一家人可能还想说书话。 我给了他两个红包,也给了村长媳妇两个红包。 村民们吃完饭,拿着分给他们的礼物,带着小孩,喜笑颜开地走了。 婆婆拍着腿说,韩非,你也不管管你媳妇,一个红包就是几百块钱。 言语之间,满满的都是心疼,我们这边,通常一个红包就是五块钱,十块钱。 这红包的事情,韩非之前不知道。 不过他满脸红光,显然当成了荣誉。 妈,你不知道,我现在一个月工资两万多,平时还有奖金,工作很轻松,钱很好赚。 妈,不用心疼钱,韩非工作很认真,我父母很喜欢他, 打算过几年把公司交给他。 我看着韩非梅非色舞的神情,继续说道,那时候,钱比现在多多了。 把公司给我哥,真的还是假的。 韩瑞雪看向韩非,婆婆,公过也看向他。 韩非说道,当然是真的,我岳父只有燕儿一个女儿,一直把我当儿子。 一个公司,那不是得很多钱。 婆婆不懂公司,只知道拿钱衡量。 那当然了,是很多很多钱。 我扶着婆婆,把之前没打开的礼物,送到她手边,这是个是按摩肩膀的。 这一盒是燕窝,这个女人吃了好,美容养颜,我妈都在吃。 你问韩非我妈可显年轻了,谁看到她,都以为是我姐姐。 韩瑞雪抬手抚在脸上,燕窝就这么好。 我把燕窝拿给她看,那当然了,就这几天天,好几千呢,一次取一片,泡水,剪掉上面的毛,加水熬煮,就是燕窝中。 就这一点点,要好几千。 韩瑞雪不敢拿,婆婆的声音都快走掉了,这么贵。 你还不如直接给我钱呢? 妈,你不要舍不得,过几天,我跟韩非去找村长,买一块地给家里盖新房子,我们这次回来时间不长,一个月,够打好地基吧。 年底韩非拿到奖金,就能发至少十几万呢,家里的新房子应该够吧。 我问韩非,盖两层楼房,十几万够吧? 够。 韩非一个劲点头,婆婆一锤定音,小妃子,你晚上跟妈睡,叫你媳妇跟燕儿睡。 妈跟爸有话跟你说,韩非为难地看了我一眼,我假装没看到,拉着韩瑞雪的手不放,你别心疼,燕窝就是用来补女人的,跟我们回城也好。 你不想进城,叫你哥给你寄,来,晚上睡觉,我们再好好地说。 跟韩瑞雪回屋之前,我给婆婆跟公公一人两个红包,韩非给你们二老的零花钱。 我也给了韩瑞雪两个红包,我看村里没什么买东西的地方,我想给家里买点东西,要去哪里买? 每天早上,镇里有集市,不过都是小东西,想买好点的东西,就要去县里,或是市里。 韩瑞雪数着红包里的钱,嫂子想去哪里? 我带你去,我还没逛过集市呢,你先带我逛集市,其余的东西,去县里市里太远了,到时候叫韩非给爸妈钱吧,我身上的钱发得差不多了。 来的时候,没想到亲戚家小孩这么多,一下几千块就没了,早知道在市里多取点钱就好了。 我在包里翻了翻,把几乎空了的包随手放在一边,贴在韩瑞雪的耳边上,小声说道,那包你不要给别人背,包挺贵的,十几万呢,现在转手都能卖十万左右,你要是没钱花了,一时联系不到我跟你哥,就去市里卖了。 想要包,我以后送你,别跟你哥说。 十几万? 韩瑞雪差点咬到舌头,我谈好准备睡觉,包上面有房尾标签,你自己上网查,就是二手包,也不低于十万,你放心呗,这样的包,我娘家里多的是。 韩瑞雪在我背后小声说道,嫂子,那我带你逛集市,你只管跟着我就好了,不要乱跑。 上钩了,我挽起嘴角,快睡觉吧,为了给家里人带礼物。 我跟你哥是开车来的,我闭上眼睛装睡。 没一会,韩瑞雪轻轻下了地,稀稀苏苏地翻着什么,再翻我的包吧。 我就是故意打开的。 韩瑞雪轻轻地拉开门出去了,也不知道他是真的不聪明,还是在试探我有没有睡着。 他说,飞哥,你们出门都不带卡吗? 没卡怎么取钱? 韩飞的声音很低,这叫无卡无折曲线,现在出门谁拿银行卡呀? 原来是这样。 嫂子说,燕巫真的那么神奇。 韩瑞雪问道,当然,我那丈母娘看起来非常年轻,你要是喜欢,我也给你买。 韩飞轻声哄着韩瑞雪,过了年,我又要涨工资了。 这些年,辛苦你照顾妈跟爸了,房间外的声音,有些混乱。 婆婆低声道,你们两个进房间来弄,别叫叶儿发现了。 弄什么呢? 我糊涂了,过了很久,韩瑞雪回来了,轻轻地躺在我的旁边,她叫了声嫂子,我假装没听到,后来睡着了,自驾一多半的路都是我开的车,我太累了。 等我早上起来,韩瑞雪跟韩飞都不在,婆婆正在做早饭,看到我起来了,一边往炉堂里塞麦草,一边说道,瑞雪跟小飞子早早就起来赶早急去了,过来帮我做饭。 好的,妈,我不会做饭,也过去跟着她学,往炉堂里塞草,炉堂里的麦草已经很多了。 婆婆的脸色有些不好,我叫你做饭,不是烧火。 妈,做饭我才开始学呢,还不太会,在婆婆要开口说别的之前,我抢在她说话之前说道,妈,村里有没有大点的宅基地。 我跟韩飞计划今年给家里盖房子,先买下地基,等过年的时候。 我跟她领了钱回来给家里盖楼,买宅基地要找村长,你们回来要给家里盖楼。 这是真的,你知道盖一栋楼多少钱? 婆婆满脸的怀疑,你不会骗人吗? 看你说的,我怎么会骗人呢? 我爸妈住的楼房几百万,我觉得村里的房子一百万够了吧。 过了年,我们两个的钱够给家里盖楼。 我拿出手机,给她看我家的小别墅,这一栋楼两百多万了。 韩飞说村里这样的楼不合适。 一百万啊? 公公的烟带嘴半天放不进嘴里,现在小飞子这么能赚钱了吗? 一百万得好带一包。 那可不。 不算我的工资,韩飞自己三四年也能赚一百万。 我爸现在特别喜欢他,韩飞努力,能干,上进,好学,还要多亏爸妈跟村里的扶持,我们回来。 也是想给他的老家送钱。 我赶紧给公公搬了一把凳子,我爸公司工厂里也招人。 学历低的人,一年怎么也能赚一两万,像是韩飞跟我这样的,都是翻倍。 公公跟婆婆用老家话对话,我听不懂,只能低头看看厨房有什么我能干的。 可惜我真不会。 我拿起一把青菜,笨桌地折了起来,我家里都是保姆做饭,等新房盖起来,我跟韩飞给爸妈也雇个保姆,叫你们也好好享享福。 小姑子年纪还小,要是爸妈同意,我送她去上学。 我不会摘菜,浪费了一大半。 婆婆一看,着急了,你咋那么笨呢? 好好的菜都浪费了。 这句说的是普通话,我听得懂。 妈对不起啊,家里的活都不用我跟韩飞干的,所以我不会,我会努力学的,我力所地道歉。 却是仍然不能忽视婆婆眼里那种代价而沽的恶意。 在高速路收费站的时候,我应该当机立断就走的。 这种恶意,叫我非常地不安,虽然我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。 妈,你干嘛凶嫂子? 韩瑞雪双手提满东西,快步走进来,不许凶她。 没凶她呀,就稍微声音大了一点,婆婆朝韩瑞雪笑着,伸手去接她手里的东西,跟你哥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。 更说她跟嫂子好不容易回来一趟,要家里吃好点。 韩瑞雪揉了揉手腕子,拉我起来,嫂子,我跟妈做饭就好了。 韩飞把手里的东西放下,看了一眼我浪费的菜,你知道爸妈种菜多辛苦吗? 此时的韩飞,像是变了一个人,更像是妈宝男,或是爸宝男。 又不像,我知道,我知道。 我都跟妈道歉了,我洗了手走到韩飞身边,用手肘碰碰她,宅基地的事情,什么时候办呢? 这才刚回来,地基又不跑,韩飞的目光有些飘忽。 相处了几年,我此时居然完全不知道韩飞在想什么。 越是不知道韩飞在想什么,我心里的不安就越强烈。 嫂子,你的衣服都好漂亮,我去集市上都没看到跟你衣服一样的。 韩瑞雪的目光落在我穿的衣服上。 她的衣服很多都是从国外买的,在国内只有北京可以买到。 韩飞说道,别理她,我看我们的身材差不多,如果你不嫌弃我来的时候带的衣服都穿过了,我给你挑一套。 行李什么的,都在公婆的房间,我拉着韩瑞雪去行李里挑衣服。 不嫌弃,嫂子的衣服都那么好看。 我不嫌弃。 韩瑞雪乐开了花,我就试试。 我把衣服一套一套地摆出来,叫韩瑞雪一一去试,我在行李袋里找着路虎车的钥匙,我摸了一个空。 路虎车在家,钥匙不在家,韩飞从来就没有把钥匙放在身上的习惯。 昨天我锁了车,按照以往的习惯,把车钥匙放在行李箱的侧袋里的。 什么人口贩卖,器官摘取,全被我想了一遍。 韩瑞雪的身高跟我差不多,三维比我小,穿上我的衣服,她撑不起来。 韩瑞雪自己倒是乐滋滋的是个不停。 瑞雪,我最近胖了,衣服买得也大,明天叫你哥哥开车,我们去县城里给你买新衣服,以我的眼光,保证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 我万分歉意地拉着韩瑞雪的手,得叫你哥哥开车,这里没导航,我不认路。 找不到路虎车的钥匙,我的心一直提着,放不下。 怎么下午就能去,反正我哥也没事。 韩瑞雪挑了一套他最喜欢的,穿上去给公婆看,爸、妈、哥,好看吗? 韩飞的眼神像是被吸到韩瑞雪的身上似的,几乎要拉丝了。 这,真的是哥哥看妹妹。 我压下心头的烦闷,上前说道,韩飞,吃了饭,你开车带我们去县里吧,没导航我不认路。 我们来的时候,也没计划清楚,爸妈跟瑞雪都没合适的衣服。 县城里有品牌连锁的专卖店吧。 公公使劲抽了一下烟袋。 婆婆说道,我们乡下人家,急事上买点不回来就行了。 韩瑞雪嘟起了嘴,我拉着韩瑞雪的手,给婆婆讲道理,妈,瑞雪这么漂亮,必须要打扮起来,不然多可惜啊。 我对韩瑞雪说道,老一辈的人都节省消费观不一样。 别嘟嘴,去哄哄妈。 免得妈不答应我们去逛县城了。 必须去县城,我还有别的计划,不去县城不容易实行。 从昨天我们到村里,一院子的人一起吃饭,到今天为止,我发现了一个问题,整个村子里几乎没有年轻的女人。 像是韩瑞雪这样的,少之又少,都是村里的老人跟男人带着孩子,要么是大孩子带着小孩子。 没有怀孕的孕妇,还没有嗷嗷待哺的婴儿。 村里的老的少的,大的小的,男人,男孩,看我的目光都有些露骨的奇怪。 韩瑞雪跟公婆撒了几句交,公婆就松了口,婆婆说道,吃了饭就叫你哥开车带你们去,少花点钱,家里要盖房子,用钱的地方可多呢。 盖房子这个梗成了,如果韩非跟村子没问题,我不仅给他家盖房子,我还给村子里修路。 我轻易地搂着他的肩膀,妈,你放心好了,韩非跟我都能赚钱,你要是舍得,叫瑞雪跟我们去城里,刚开始赚钱少一点,一年两三万没问题。 吃了饭,韩非开车带我们去县城,我特意看了一下,他把路虎车的钥匙放在了哪里,就在婆婆的腰带上。 我最重要的计划是给买两部最新款的水果手机,以前我最讨厌水果手机,我恨它的窃听功能,而现在我迫切地需要这个功能。 进了县城,韩瑞雪目光注视超过五秒的东西,买。 韩瑞雪念叨过的东西,买。 路过水果砖卖店,两部手机三万多块钱,我眼睛不眨,买。 韩瑞雪高兴地几乎挂在我身上,嫂子,你真好,这手机。 我早就想要了哥说,把他用旧了的给我。 他埋怨地白了韩非一眼,他的旧手机给大用,大男人才该用旧手机。 我把新买的两个手机抱在怀里,等下我给你们设置新手机。 韩非根本满不明白电子产品,他自己手机就用个电话,拍照,微信,网购。 而我是资深果粉,韩瑞雪就是个半文盲。 在回去的路上,我就把两部手机设置好了,分别给了韩瑞雪跟韩非,回头叫你哥给你办手机号,话费找他报销。 一点话费算什么? 韩非的目光也看了一眼新手机。 这手机,他一直想要。 嫂子说得对,我才不要你的旧手机,还是嫂子好。 韩瑞雪捧着新手机玩,终于可以看小视频了,每次跟别人一起看,都不能换我喜欢看的。 还能看电影,看电视。 听歌还能玩游戏,功能可多了。 我看着韩瑞雪沉迷于某音,又指点他看别的,你哥就在手机上玩游戏,叫他带你。 路过加油站,我提醒韩非给车加油。 等回到村里,快递员拉了一大车的快递,送到公婆的院子里,几乎全村的人都围在院子里看热闹。 我看了下,如我所料,除了老年妇女跟大大小小的男人,几乎没有年轻女人。 我一下车,婆婆指着那一堆东西,样,这是你买的呀。 院子里,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,叫人非常的不舒服,是不怀好意的打量,比婆婆看我的目光有过之而无不及。 我忍住心里的不适,笑着说道,这是我跟韩非买给乡亲们的礼物,婆婆给乡亲们发吧,我跟韩非去村长那里问事。 村长也在院子里,执媳妇。 找我啥事啊? 村长大叔,当然好事啊,到你家再说,我抱起两个快递盒塞给村长,一手拉着有些不想去的韩非,我婆婆说,也只能村长能解决。 村长家,跟其他村民家没什么区别,我开门见山地说道,村里培养了韩非,现在他在外面混得好,我们想先给村里修路,村里人年纪大了,路好了才好走,还有城里现在都是用自来水的,哪里用人辛苦去井里打水。 打水都不安全啊,磕了摔了还要花钱。 还有,我们想买一块大一点的宅基地,打算年底之前给家里盖楼。 啊,知媳妇,你想得可真周到啊,村长盯着我,又看向韩非,你知道盖楼,修路,修自来水要多少钱了。 老婆,你先出去,我给村长说,韩非示意我出去,我巴不得出去。 给他们创造说话的机会,我来到院子里的鸡窝旁,逗着毛茸茸的小鸡仔,一边把蓝牙耳机放进耳朵里。 村长压低了声音,小妃子,你这个媳妇真有那么大的本事。 韩非得意洋洋的,那当然了,你也看到了,我叫他向东,他不向西,他爸的公司至少几百万,到时候都给我。 成,那就先留着他,等他没用了再说,有他一个,顶好几十个呢。 村长说的话,叫我差点腿软跌倒,但是我忍住了,这个村子果然不对劲,韩非跟小姑子的亲密已经是小问题了。 我真的后悔,没在半路上直接回家。 现在,我已经被架在了火上,不得不继续下去。 村长跟韩非的对话,我实在听不下去了,村长大叔,画好了宅基地在告诉我呀,我回去帮着公婆他们分礼物,有些是给大人的。 有的是给小孩的别弄错了,村长跟韩非都没出来。 我现在一个月工资两万多,再过几个月就是三万多,他的工资也差不多三万,比两个的价钱呢,还不费劲。 到时候他给我生个娃,我岳父家的所有东西都是我的。 做他的春秋大梦去吧,我在想着用韩非帮我赚钱的时候,他也想着利用我赚钱。 院子里有人在玩我买的蓝牙音响,声音放得震天响,大家都在盯着我的快递挑挑挑挑,根本没人注意我,此时正是我的机会。 我不慌不忙地拿出了路虎备用钥匙,开着车扬长而去。 我的手机上有几条录音,坐在车上我踩点开厅,某村民说,小妃子,叫我睡睡你媳妇,我还没睡过城里女人。 我那小姑子韩瑞雪说道,你睡得还少吗? 韩非前面几个女朋友,你哪个没睡过? 这个非常有钱,卖一个女人才几万块,直接从她手里添,来得更快,她才来几天,就在村里花了十多万。 我开车走的时候,村里的人才意识到不对,他们哪里能追得上路虎。 韩非给我发信息,打电话,我直接置之不理,到了市里,我写了一封举报信跟手机录音一起,直接交到市警局,之后,我潇洒地回家了,我想,我可以不用再见到韩非了。